女星陈佩奇子宫肌瘤养十年大如拳头!养肝防肌瘤七秘学! 41岁女星陈佩奇长期深耕八点档台剧,因演活恶女形象站稳戏剧圈,随后也转战大荧幕,在电影《血观音》中与影后惠英红狠斗心机,亮眼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 42岁女星陈佩奇拍摄台剧长达十年,光鲜亮丽的背后藏住伤痕累累的身躯,八点档的感吸压力常追着陈佩奇跑,她因为长期熬夜感吸,作息不规律,陈佩奇健康速度亮起红灯。 42岁女星陈佩奇,赫尔蒙失调,生理期出血量多如血崩,各种情绪都在提醒陈佩奇,小心累坏了身体。 42岁女星陈佩奇,赫尔蒙失调,十年前就已经尝出子宫肌瘤,原本有定期追踪,以为情况稳定,没想到隔了三年再检查。 42岁女星陈佩奇,赫尔蒙失调,子宫肌瘤竟从6公分成长到现在已经将近10公分,宛如拳头般大,透露近期将会动手术处理子宫肌瘤,也希望大家不要太担心。 42岁女星陈佩奇,子宫肌瘤可说是女性的梦魇,先前女星何佳文也在脸书公开超音播照,揭露自己受子宫肌瘤所苦,将近10公分的子宫肌瘤,影响怀孕风险,荷尔蒙,体质等,已于今年开刀切除子宫肌瘤。 42岁女星陈佩奇,子宫肌瘤会变成癌症吗? 子宫肌瘤是肌肉细胞形成的良性肿瘤,事实上,全台湾有子宫肌瘤的女性相当多,发生率约为20%至50%,是妇产科最常见的骨盆腔良性肿瘤。 核心民权妇诊所院长陈宝仁在著作《姿妹的50道阴影》中提及,根据美国统计,40岁以上妇女有期成都有子宫肌瘤,发生率偏高。 对于子宫肌瘤是否会癌症,陈宝仁医师认为,以大型统计而言,200人中只有不到一人的子宫肌瘤会转为恶性肿瘤,不必过于担心。 子宫肌瘤的并发症 通常子宫肌瘤不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,但许多患者会因为出血量较大而贫血。 在较少见的案例中,子宫肌瘤也可能压迫膀胱或子宫,导致肾脏受损等。 子宫肌瘤症 子宫肌瘤如同子宫肌肉的种子,经过筋血血流与拟胃。 女性荷尔蒙的灌溉,就容易成长胃肌瘤。 子宫肌瘤的症状除了和肌瘤大小有关外,也与肌瘤所长的位置相关,一般而言,子宫肌瘤情况较严重者会出现出血、疼痛、压迫这三大症状。 月经疼痛、不定期出血、下背疼痛等,都是警觉子宫肌瘤的症状,甚至会导致流产,不孕。 陈宝人医师说明,当子宫肌瘤长大造成压迫,若向前压迫膀,则会引发贫尿。 向后压迫到腰背神经,则容易腰酸背痛,而许多患者出现贫尿或腰酸背痛的症状时,第一时间不会联想到子宫问题,多半认为是生育、年纪或体重等原因造成,因此很容易忽略。 特别提醒,若是症状变严重,应及早咨询妇产科医师,以免延误治疗。 另外,在中医观点中,子宫肌瘤是每次月经或生产过后,子宫有淤血排布前径,慢慢累积之后,再加上风寒邪气侵犯子宫。 引发湿、痰、火、热、毒凝聚子宫、久而不消,导致每回月经来潮时经血量变多,乃至贫血或出现痛经情形。 子宫肌瘤积流依据生长部位不同,症状也不太一样,竟非中医诊所院长成梅飞鱼注作惊痛,走开。 子宫肌瘤积流依据生长部位不同,子宫调养好疾病远离你提及,大部分的肌瘤,都会随住女性荷尔蒙的增多,似积而变大,但通常更年期后。 肌瘤积流便会开始萎缩,所以若无明显疼痛或出血量变多的情况,西医接采长期观察,必要时才做摘除手术。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疗中心,UCLA Health,资讯指出,虽然子宫肌瘤患者大多数不会感觉到症状,对于子宫肌瘤较大,较多的人来说,可能会导致。 经期出血量较多,时间较长。 经期之间发生出血。 骨盆疼痛,或有压迫感。 骨盆疼痛,或有压迫感。 排尿频率增加。 下背与腰部疼痛。 性行为时发生疼痛。 不愿意怀孕。 不亦怀孕。 子宫肌瘤发生原因 大多数的子宫肌瘤生长于子宫内壁,而根据生长的位置可略分为以下三种。 粘移磨下肌瘤子宫内磨下肌瘤,submucosal fibroids,向子宫内的空间生长。 兼致肌瘤子宫肌内肌瘤,intramural fibroids,生长于子宫壁内。 将磨下肌瘤,submucosal fibroids,向子宫外生长。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妇女健康办公室, U.S.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n Women's Health,指出,容易罹患子宫肌瘤的因素包括。 年龄,年纪越大,子宫肌瘤越常见,尤其是30至40岁,更年期前的女性。 更年期后,肌瘤通常会缩小。 家族病史,母亲有子宫肌瘤的女性,子宫肌瘤罹患几率是平均的三倍。 体重,非常肥胖的女性,罹患子宫肌瘤的几率是平均的两至三倍。 饮食习惯,吃大量红肉,活腿可能与较高的子宫肌瘤风险有关,而摄取大量的绿叶蔬菜,被认为可能有助于预防子宫肌瘤。 子宫肌瘤要不要开刀?子宫肌瘤可以怎么治疗? 子宫肌瘤要选择持续观察或是手术切除,陈宝仁医师解释,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开刀,若症状不明显,且肌瘤小于5公分,许多人会选择暂时观察。 陈梅飞中医师表示,超过6公分以上的肌瘤,只吃中药的治疗效果有限。 若考量患者不想开刀的情况,除了在平时和月经期间使用破血的水药,加强抬瘤,还会加一些软间散结的药方来帮助肿瘤软化,驱散结局的风寒邪气。 防子宫肌瘤饮食要绝。 遗传、代谢、压力、饮食、环境荷尔蒙等多重因素,都跟形成子宫肌瘤有关。 营养师黄晓彤在著作《这样吃远离子宫肌病》提到,透过改变饮食,补充营养素,有助改善,预防子宫肌瘤。 黄晓彤营养师黄晓彤 黄晓彤营养师表示,子宫肌瘤和肝脏有关,肝脏是代谢磁激素的主要场所,能将刺激子宫肌瘤长大的磁二醇转换为刺激性较弱的磁三醇。 并透过胆汁和尿液排出体外。若肝功能受损,体内磁二醇含量过多,进而导致子宫肌瘤增生。 避免肌瘤生成,增大或复发,营养师提供饮食药诀包含避免接触饮食及环境荷尔蒙,补充维生素D,多食用不干饮食等。 少吃荷尔蒙含量高的食物,子宫肌瘤主要成因是荷尔蒙四肌形成的,黄小酮营养师指出,鱼卵、虾卵、蟹黄、蛋黄等属于荷尔蒙含量高的食物,可能造成子宫肌瘤增生、扩大。 少吃油炸、烧烤食物,高温烹煮的食物通常含并稀稀岸及多环方香厅,属于环境荷尔蒙,油炸及烧烤食物使用过多容易食体内荷尔蒙失去平衡。 塑胶制品 塑胶、重金属等环境荷尔蒙,一旦被人体吸收后,因结构与磁激素相似,会与磁激素的接受器结合,产生类似磁激素的强烈反应,刺激激流生长。 避免喝酒、熬夜、肝脏是调节荷尔蒙的药角,健康的肝脏可以降低子宫肌瘤形成的几率,因此要避免饮食不正常、肥胖、熬夜,以免伤肝或引发脂肪肝。 维持体重、规律运动、适动运动促进代谢,有助于降低子宫肌瘤风险。 另外肥胖者体内磁激素含量较高,可能连带提升子宫肌瘤的发生率,另一方面,维持正常体重有利于肝脏代谢能力,也能降低子宫肌瘤风险。 补充维生素D,研究指出,维生素D能抑制子宫肌瘤持续长大,并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。 牛奶,乳制品,鲑鱼,鲑鱼,鲨丁鱼,香菇等都是维生素D良好的食物来源。 多吃蔬菜,日常护肝饮食,多补充富含优质蛋白质,维生素D,抗氧化营养素的十字花科蔬菜,如花椰菜等,有助于保护肝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